在2015年有一部神奇的动画 夏洛特 夏洛特 如果你用随时可以霸占他人身体的能力 你会用来干什么呢 脑子里是不是出现了很多画面 今天我要讲的这部动画就是以这个设定为主题 甚至你还能看到梦寐以求的隐身潮能力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看看他究竟讲了什么 男主犹豫就是拥有开头提到的特殊能力 但是他只能霸占他人身体5秒 并且自己身体会处于无灵魂状态 而且霸占对象必须在犹豫的视线范围内 他用这个能力做了很多坏事 当然包括老色皮才会做的那些坏事 而且只要看谁不爽就附身在他人身上 然后控制他跟别人干架 最爽的事情莫过于就是考试可以附身在学霸身上 最后年纪第一的宝足自然就是犹豫得到 甚至后来为了追到自己喜欢的女孩白柳公 甚至利用超能力制造了一起事故 然后才英雄救命 而白柳公是个仅仅和男孩说话就会脸红的 腼腆女孩 可能就无法逃过犹豫的套路 从而对犹豫产生了好感 眼看就要得到自己心目中的女神 犹豫却被人叫到了学生会 因为他作弊的事情似乎被发现了 学生会要求他重新进行一次测试 可是这次犹豫却没有答案可以抄袭了 甚至在附身到监考同学身上回来后 还发现旁边莫名其妙出现了一位女孩 女孩拿出相机将犹豫复身他人时的过程都给拍了下来 内心的慌张让犹豫逃离了学生会 但是却被一个男孩突然拐走 只是一瞬间犹豫就被带到了另一个地方 先前出现的女孩则不慌不忙地给犹豫解释 他叫有力 有力的能力是隐身 但是只能针对一个人使用 所以之前有力一直就在犹豫身边 只是他看不见罢了 而高层则是瞬间移动 但准确来说是高速移动 因为速度太快 所以无法在另一位置停止 他杀不住车 两人找到犹豫是为了让他转学 去星之海学院就读 协助他们找到其他超能力者 以防止有危险的超能力被人滥用 虽然不舍得拜六宫 但不得不屈服在有力的小只一勤 动之一脚 于是由于和唯一的情人布末一起转学到了星之海学院 这所学院大有来头 因为所有超能力者都是未成年的孩子 而如果成年后 那么超能力就会随之消失 以至于好多好多人在外到处为非作戴 而破坏社会和谐的超能力者 不会被警察抓走 但是却会被科学家带走 最后等待的就是惨无人道的科学实验 而这所星之海学院便是能够保护那些超能力孩子 让他们在成年之前不会被科学家迫害 而学校的学生会主要任务就是抓人 负责将超能力招入家门 以此抱团增加己方的战斗力 有力的哥哥就是被科学家带走了 所以他十分清楚被抓走后会遭到怎样的待遇 这也是有力为何会如此执着寻找超能力者 而他们能够发现由于和其他超能力者 全都是多亏了一位叫熊儿的超能力者 他全身总是石搭搭的 但是却可以将超能力者的所在地以及能力探查出来 然后交给有力他们去进行拉拢 理由这次熊儿就探查出了一位能够透视的超能力者 有了犹豫的加入 那种行动就变得异常轻松 因为五秒的时间足以让有力抓到对方 很快熊儿又探查到了一位拥有两种能力的超能力者 希森 他外表看似楼落 但是却拥有着可怕的超能力 招魂 而他招魂的对象 竟然打自己一岁的姐姐美莎 半年前已经因为意外而去世了 所以希森的眼睛如果变成红色时 就是美莎占据了希森的身体 并且激活了名为挂火的超能力 这对外人包括希森来说都无以为是人格分裂 希森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超能力 而在美莎占据身体后 有力将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讲了一下 本来就是亡灵的美莎 自然知道自己无法保护希森一辈子 或许去转到星之海学院就是最好的选择 毕竟希森成年后就会失去招魂能力 那么变相就是美莎彻底失去和人间沟通的脚梁 为了不让自己妹妹被科学家抓走 所以美莎同意转学 而凭日历 美莎基本不会躲到希森的身体 所以身为全民偶像的希森 在转到了星之海学院后 就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 而这些时间和有力的相处 有意也得知到他看似活泼的背后 却隐藏着老人心疼的警力 一切都得回到初中类似 母亲的一个跪地行为将有力兄妹两人送到了深渊 因为母亲想让两个孩子去一所寄宿学校就读 本来哥哥是有着更好的前程 可以选择 但是却禁不住母亲的祈求 最后两人还是答应母亲去寄宿学校就读 而去学校后的生活跟普通学校没有太大区别 唯一不同的就是每天有力都需要接受各种身体检查 直到最后有力才知道自己兄妹俩早就被母亲给卖掉了 回想几次一进学校就再也没有见过哥哥 也直到后来才知道 他遭遇被科学家折腾到了精神失常 本来有力已经成为了重点见识对象 可是后面却幸运逃出了学校 随后加入了星之海学院 对于科学家的憎恶 有力不知道该如何描述 但是他不希望有人再去经历哥哥的遭遇 也不希望有人去担忧超能力 对社会造成伤害 可是超能力者会失控 却有着太多因素 谁也没有想到犹豫也会有失控的那一天 但一个超能力者失去了理智 那么这个社会究竟会面临着怎样的危机 一切的起源都是妹妹布墨发烧后发生的 因为转学来到星之海学院 结果同班同学小西 喜欢的男孩集穿却爱上了布墨 他们两人外加班级班长野村 一起来探皇布墨 而在这个时间里 熊后却探查出了新的超能力者 其能力名为崩坏 而第一点就在星之海学院宿舍 想到自己妹妹今天发烧没有去上学 并且兄妹之间同时出现超能力的概率是极高的 也无人决定回去坐舍看看真相 正好撞见了几个同学的拜访 而小西在离开时 那一个回眸让尤语感觉到了不适 果然次日尤语本不想让布墨去上学的 但是布墨恢复身体后还是偷偷逃了出去 所以又变和小西碰面了 冷无可冷 爱恶不得的小西终于失去了理智 将布墨逼到了学校楼顶 如果不是布墨的出现 他现在和鸡酸早就沦为一体的 这个技能会根据使用者的内心情绪 对走遭一些事物发动崩坏效果 四面的意思虽然很强大 但糟糕的是使用者很难控制崩坏范围 小西看到异常及时逃走 但布墨却从顶楼摔了下去 看到自己妹妹死去 由于无法接受 他将自己封闭在宿舍中 任何人都不想见 大妈是之前的女神白柳公找上门来 他到情绪失控朝他大哄大叫 由于人的内心正逐渐走入黑暗 因为他在看到一群衣冠处的人 悄想自家房门后 内心感觉到了一股不安 于是立马附身他人身上 然后控制他人从顶楼直接跳下 引发骚动后 在弄和骑士的走出房门 想到现在学院有雄恶可以探查出超能力者 那么那些科学家也有很大可能 会有这样的超能力者 现在的由于思想已经逐渐冷静 但是过于冷静便是灾难的前兆 由于的内心终究还是彻底扭曲的 妹妹的死亡让他不得不寻找一个方法 来摆脱这份痛苦 而暴力则曾有了由于自我满足的一个方法 他因为一次和小混混发生摩擦后 在看到那些混混被自己支背后的恐惧 他开始逐渐享受这样的快感 本以为由于的人生就要以这样的形式堕落下去 可是他在即将触碰到毒品的时候 遭遇引申多日的由于 却不得不现身阻止 心智爱学生会根本就没有防止过由于 由于从此之中就一直在救赎这其他超能力者 不让他们经历哥哥的遭遇 而至于由于 对于由于来说更是特殊的存在 他已经有办法能由于恢复状态 而由于要做的只是来到由于家 参考了布末之前做菜的方法 纳断出那一份有着妹妹味道的蛋饱饭 想到以前自己是那么讨厌吃妹妹做的饭 可现在却连讨厌的机会都没有了 有力做的这份饭其实跟妹妹一样难吃 但是这一次犹豫全部都吃完了 所以有一个大蓝灯像个小孩子一样痛哭出来 看到眼前为了拯救自己的有力 由于最终还是决定重回校园 如果布末还在也一定希望这样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由于慢慢走出了阴霾 开始会和班女同学打闹嘻嘻 甚至还被高成和牺牲助攻 得到一次和有力一起去看偶像乐团演出的机会 而没想到由于在回去的路上 却意外碰见了这个乐团的主唱 萧恩 她爽目失明 但是却能就乐观地活着 也许是因为经历过很多 萧恩总能通过声音察觉到身边人的特殊情绪 因为由于的主动答话 结果却被萧恩提出要带她吃好吃的 作为报答 她可以答应由于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 想起有力之前提过她哥哥喜欢听的歌曲 正是萧恩乐团的音乐 所以在由于询问了有力哥哥的住所后 便带着萧恩去看望有力哥哥 她冷旧精神失常 但是在萧恩的歌声下却慢慢地冷静下来 并且能够认出妹妹有力的 平日里有力虽然憎恶着当初发生了一切 但是却总像个没事人一样 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哥哥 她总是看起来不太上心 但这一次她发自内心地感谢由于 于是辞得两年相约的演唱会 有可能会因为这微妙的关系变化 而生化成为也能的约会 只可惜萧恩的演唱会 当由于想到了更为痛苦的一件事 她其实跟妹妹总感觉自己还有一个气能 那是埋藏在记忆的深处 可是不管他们怎么想都想不起来 但就是可以确定有那么一个人 而另一个人便是优异的哥哥 笋毅 这一切都还得从笋毅的超能力 时空回速讲起 自明的意思就是穿越 并且穿越后所做的事情都会影响着 未来和过去 如此强大的超能力自然也有缺陷 每一次使用都会降低视力 直到失明后这个能力就会消失 其实优异和妹妹不默早在过去 就被科学家抓到实验室研究 损异更是因为这个能力而被隔离 从而失去了自由 他们早就计划着要救出损异 这个时候的犹豫还不知道 自己真正的能力并不是霸占身体那么简单 而是名为掠夺的超能力 只要被自己附身过的超能力 只都会被犹豫夺走超能力 而这个能力还没有被科学家发现 布末的崩坏能力却已经被激发了 于是实验室遭到了破坏 科学家也被这个无法掌控的超自然力量吓怕了 便对布末进行了肢解杀害 新传的犹豫遇到一位善良的科学家 让他激发自己的超能力 夺走损异的能力穿越回去 改谢未来过去 而末娜在找到损异后就突然惊醒 自己已拦在医院躺着 旁边的友力担心坏了 而星之海学院为何可以保护这些超能力者 背后的人又是谁 而知晓一切的雄恶 则带着犹豫和犹豫 见到了星之海学院的梦后大佬 正是失去双目的损异 犹豫之前做的梦都是真实存在的 只是时空早已被损异改变 而且不止一次 损异退到过去不知道多少次了 但是他们逃不过被科学家逮捕的命运 直到多次失败后 他再清楚精简二字有多重要 于是在最后一次穿越后 他通过提前统计好的资料 回到过去购买草票等等 获取了大量金钱 在有了钱后 星之海的背景强大到 连科学家都不敢得罪 因为抓捕超能力者 也是为了研究 从而获取更多金钱 犹豫和布末之所以会忘记损异 也是因为损异让他人消除了两人的记忆 如果布末没有死去 亦或者这一时空下的损异 保护住了布末和忧郁 那兄弟两人估计是不会解灭 损异告诉忧郁这些 是想让他清楚自己的超能力用法 以及夺着他的超能力 传越回去拯救布末 所以布末的能力崩坏 也被忧郁夺走了 并且通过了解得以掌控 从而震慑了小西 可是危机就根本没有结束 因为损异的组织 早就已经被人给盯上了 他们心事不惑的雄恶 得知了最强的能力掠夺 随后还抓捕了忧郁 想要威胁忧郁 只是他们的计划都被打乱 但由于他们的计划也被打乱 因为崩坏的技能会无意识地发动 最终熊恶为了保护忧郁死去 而这次行动也让忧郁失去了一只眼睛 孙一的能力无法使用 改变为癌乐 关于超能力的传闻 已经在全世界传开 而超能力的获取 只是单纯因为一颗 名为夏洛特的灰星 所带来的例子 被吸露人类大脑后 并有极小的可能激发超能力 孙一的组织之所以会被盯上 除了聚集大量超能力者以外 还因为他们正在研究 可以防止人类在下一次回经到来 而吸露的例子 出现更多的超能力者 这个实验基本已经完成了 但前来这个世界还有很多超能力者 由于提出了 如果犹豫夺走所有人的超能力 是不是就意味着 这个世界就会安静下来 犹豫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 但似乎想要让身边的人 不再陷入危险 就只有这个办法 所以他心要夺走身边伙伴的超能力 然后开始去世界各地寻找超能力者 再找到一位像熊耳一样 可以探查超能力者未知的超能力后 由于的行动开始加速 但是过多的超能力 使他大脑出现负荷 世界各地的超能力者 也开始疯狂主动追杀犹豫 不过此时犹豫 已经吸收了足够多的超能力 甚至一些超能力都不需要控制 有着超速自愈 自我防护等超变态的功能 由于现在基本就是天下无敌的存在 但是他已经失忆了 什么都不记得了 罗果不是有力之前给他的一本词卡 让他想起了跟人还有一个约定 只是那个人他也已经不记得了 在收集完最后一个超能力后 随意也找到了他将他带回去 身体状态没有过多的问题 只是由于失去了之前的所有记忆 但是他完成了跟那个人的约定 而那个人也在由于回来后 出现在他的面前 履行了两人分别前的另一个约定 我 有的是你的恋人 故事 结束 这部动画的评分高达7.3 当地球期播出的那一刻 我相信所有 注意 是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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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观众 都一定觉得 尼玛 这是神作 但是第11集的主角团 全员智商被砍 以及第12集 谁的一逼的剧情 结尾出来 观众似乎都感觉 砍的不是主角团的智商 尼玛是观众的智商被砍了 大多数人在看这部动画的展开时 其实都发现了自己 卧槽的想法 竟然出现在的尤玛身上 新颖的展开 抓住了一大波观众 每一集都有热点可以逗笑 哪怕妹妹突然半路 妖则死去 观众纷纷抱不平 可后续的穿越拯救 倒也可以圆得过去 但是我又不得不提到 11集后的所有内容 熊野死去 想让所有人 不再遭受超能力折骚了 却多造所有的超能力 顺便保护下地球 这个设定也是可以的 但是之前杀死熊野的反派 就再也 知词不提 一个基本就是龙套的反派 差点杀死了组织团的 最高战力 那个自家由于眼睛的匕首妹 还被血藏了 没有巅峰对决就算了 最后的内容就是 龙奥天 争取世界 但平平还要弄几目 由于他不行了 他不行了的画面 强行收过眼泪 对不起 我还看到由于失忆的时候 我确实被骗了眼泪 但后面发现 人家这种挂 逼我担心个屁 如果不是收尾有点草算 这部电话 我真的是超级喜欢 但即便结尾有些潦草 整体的感情限度 无论是牺牲姐妹的分别 或者是犹豫有利的相遇等等 我感觉都做得挺好的 不知道视频前的各位 对这部动画是怎样的一个看法 另外 如果给你一个超能力 你最喜欢的又是什么呢 我是少年 一位渴望得到 隐身超能力的小型的男孩 那位想要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那么各位视频点赞 转发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